好,那剛剛了解了怎麼轉換之後 這裡還是要麻煩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第一個當然我們剛剛有提過 我們剛剛有提過的就是 它單一個檔案的上限是5TB有沒有 好,再來就是Google文件 因為它畢竟是線上編輯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像我們一般在自己電腦上 就是有的人Word或PowerPoint很大有沒有 一、兩百Mb,因為放很多照片 放很多照片之後那個會變很大 那所以Google文件本身上限是50Mb 50Mb,那如果你是Word要轉成Google文件 它那個檔案是10Mb 10Mb,然後呢,試算表就比較難計算 因為40萬個主生格你不知道要算到多少 反正比較複雜的才有可能超過 E-Sale的部分,那Google簡報的上限就比較大一點 就可以到多少?100Mb 好,就可以到100Mb 那如果你是原生的那個TPT 就我們講PowerPoint,它就是50Mb 50Mb以內你可以直接在線上直接轉 反正不行的話它會告訴你啦 它會告訴你說,欸,很抱歉喔 你超過那個格式大小 轉換的限制 這個可能要麻煩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等一下 說到〇 nar